火柴为什么会燃烧 火柴头主要由氧化剂、易燃物和粘合剂等组成 火柴盒侧面主要由红磷、三维花耳梯、粘合剂组成 当划火柴时,火柴头和火柴盒侧面摩擦发热 放出的热量使氧化剂分解,产生少量氧气,使红磷发火 从而沿起火柴头上易燃物燃烧,这样火柴变化着了 火柴是根据物体摩擦生热的原理,利用强氧化剂和还原剂的化学活性 制造出的一种能摩擦发火的取火工具 18世纪的下半叶的火柴主要是利用黄磷为发火剂 成为黄磷有毒,后来又逐渐为油化磷火柴取代 后者虽然无毒,但随时都有自然的可能,很不安全 1855年,瑞典建立的火柴厂成功研制安全火柴 并逐渐为世界各国所采用 1mm 3mm 9mm 1mm 3mm